耳膜穿孔与失踪案例 陈小弟4岁 6月7日不慎被棉签弄伤左耳 疼痛难忍 次日耳内出血 无法听到任何声音 医院检查建议做手术 初期10天 每天按推整骨下颜原始点一次 10日后每天按推耳后 及整骨下颜原始点一次 24小时温敷耳后 及整骨下颜原始点 早晚服用江塑胶囊各两个 中午约20克鸿参需熬煮饮用 7月3日 听力已经恢复80% 目前小弟听力已全部恢复